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政府昨晚以大巨弹有81处不符建造图为由 勒令停工 副市长邓家基上午表示 即使大巨弹是烂摊子还是要面对 勒令停工是为了逼出安全计划 至于停工所造成的安全问题 市府强调要由远雄负责 呼吁远雄要尽快提出改善计划 来看VCR 为了解决烂摊子 前一晚台北市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勒令大巨弹停工 他如果没有依法停工 那么他必须会强制执行 那么强制执行之外 按照建筑法 他会被移送司法机关来做这些审判 那么最高可以处以一年的有期徒刑 台北市政府施铁外 勒令停工的理由是 大巨弹工地有81处不符建造图 从构造到楼梯位置到隔间等 这81点是很清楚的 说明现场的施工 与所核准的建筑图说不相符 督法局长林中明拿出远雄提交的计划书 强调里面都是古迹维护 跟市府要求的施工安全计划无关 要他对施工安全的改善 但是他却提出对古迹 破坏未来的改善报告 这跟施工安全改善 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今天做行政管制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逼出这个改善计划 至于停工会不会有安全疑虑 责任谁来付 市府认为要有远雄一肩扛 外界关心停工有危险 但是我们让它拖延更危险 在勒令停工的期间 就承造单位来讲 就它相关的建筑的监造的单位来讲 它必须要能够加强的监测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危险 都是远雄施工当中所造成的 当然远雄必须要对他们自己施工的方式 提出说明 提出改善 然后负最后的全部的责任 同时邓家记也呼吁远雄 与其提出贾处份行政夙愿 旷日费时 不如尽快提出施工安全改善计划 才能尽快复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台北市场 柯文哲上午前往民进党团跟议员 进行报告与意见交流 现场连线记者严敲伟 好了台北市场柯文哲因为不满远雄 对于大巨蛋工程没有做好松烟骨鸡的保护 另外捷远板南县也可能受到危急 远雄对于市府的质疑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因此断然处置 勒令停工 那么双方都出面表达立场 柯文哲也再度出面说明 赶紧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两栋赚的钱就足够养这个大巨蛋 所以你才会来投标 可是在得标以后 简单的讲就两个问题 贪婪的财团 加上复杂的政商关系 理论上这两栋养这个就够了 可是又是贪心 一直增加楼地板面积 所以只能让我火大的地方在哪里 我跟你讲这危险危险危险 然后他不屌你 他也不理你 你跟他说你要提改善机 他就把以前那个核准 就拿出来跟你讲一遍 他完全不理你 好了我们可以听到 柯文哲是对于远雄 没有提出改善方案 是相当的火大 那么他在今天出席 民进党团的会议 并且对于五大BOT案 提出了报告说明 那么柯P在会中提到 自己是个外科医师 那么下决定很快 但就是大巨蛋案 让他举期不定 那么他再次呼吁远雄 可以尽快提出改善的方案 而最后呢 大巨蛋呢 不排除会办公厅会 来寻求民意的决定 以上是最新的情况 把时间交还给 宏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乔友的报道 我们来看到这个 北市府跟远雄呢 可以说在昨天正式撕破脸 双方各指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们先来看 就北市府的质疑 就是大巨蛋的工程 对捷运威胁人存在 那么远雄的回应是说 捷运安全无余 已经提高了强度 再来是破坏松烟谷基 谷基持续在下陷军裂 那么远雄的说法是 谷基的修复计划书呢 已经在5月15号 提送给市府 再来是 市府要远雄在5月18号前呢 交出改善方案 那么远雄用一张纸来回复 远雄的回应是 已经在5月18号发函说明 监测跟改善施工的方法 共6份函文 以及一份补充资料 并非一张纸 那么再来市府呢 也指控这个远雄董事长 赵腾雄呢 前天出席协商会议的时候呢 一身酒气 不晓得在讲什么 那么远雄回应是 无端的指控 涉及污蔑公然侮辱 不排除提告 好 我们看到双方是撕破脸 也这个讲得不好听的话 那我想先请教这个小平议员 现在看起来就 北市府他的这个停工 感觉上是两面刃 因为外界也在质疑 那么4月份市府你说 是安全有问题的 那你这时候应该是不能停工 要赶快完工 但为什么现在又提出 这个停工的这个计划 那到底在外界会质疑说 到底是安不安全 老百姓273万人 台北市民要知道真相 什么叫真相 就是主持人你问的问题 他前面说5月底以前 他那个大底会搞好 大底搞好以后 捷运那个裂开 就可以减缓 就比较安全 对 那现在今天又说 这个你一直无限期的 现在如果不停工的话 反而危险 到底是怎样 就是要给老百姓一个真相 没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谈 我们先不谈他跟远雄的恩怨 也不谈是不是涉及土利 前朝的市长 最重要的解决的要务 第一件事情就是 谁下判断 不是柯文哲 也不是赵文哲 而是专家 然后来会整 现在该停工还不该停工 所以这要有真相出来 为什么他会翻脸 本来说5月底 大底就搞好了 然后可是要又延到8月底 因为远雄讲话也不算话 他就翻脸了 可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 谁来告诉我们真相 市政不是儿戏 捷运只距离了12.7公尺 他的倾斜仪 已经在超过那个容许值了 那一直在列 那谁告诉我们 今天报告出来 列多少 这一个月以来 因为前一阵都一直炒富方 跟炒全总统的事 已经又过了一个月 那那个报告出来 不出来的话 我们也无从监督 台北市民也不知道真相 所以他这个团队 我觉得挺麻烦的 因为都没有专业挂帅 太多的口水 其实喝酒 喝不喝酒 那也不重要 何况人家没喝 我看他也会提出告诉 那不重要 喝不喝酒 对不重要 我真的把涂木济湿 把结构济湿 把大地祭司 找一百个祭司 三个理事长 然后来会诊 下去看 然后到底做出一个决定 挺功还是不挺功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说 到底捷运 刚刚小平也提到 捷运到底是不是安全 那么远雄他的回应是说 捷运安全无余 但是我们比较怀疑 也就是说 捷运安不安全 怎么会是远雄来讲 照理说捷运局应该最清楚 我想请教委员 那今天媒体也在讲说 捷运局应该出来说明 但是昨天记者好像有打电话 找捷运局长周理良 结果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那感觉就说 奇怪 这市府到底是安不安全 到底是要听谁的算 当然不安全 我们 他说安全是 现在没有出事 你现在做觉得他安全 那我们都已经知道 他的这个位移 已经有位移 那就是不安全 就一定要想办法改进 所以我觉得其实 市府现在呢 的做法是做功德 我要这样说 我不是 我从来没有这么 帮市府讲过话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什么 这是顾虑到 绝大多数人的安全 来处理这个 没有什么意气之争 真的喝不喝酒 一点都无所谓 你是民间企业 他不是公务人员 你管他要喝挂了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呢 现在牵涉到公共安全的时候 那就真的不能马虎了 那所以市府这样的做法 有没有用 有没有效 有我站在安全的考量 绝对可以得到全部人的支持 所以他勒令停工的理由 就是你安全有问题 那你就要改善 好他也答应人家改善了 他答应说 5月底6月初一定做到改善 现在他要说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我要8月 那当然市府要生气说不行 你这样就给我停工 那他就好了停工了以后 你看最新的消息就是 他又说好好好 我就6月把它搞定嘛 那表示什么 表示真的需要铁碗一点的措施 我要再说一次 远雄不要每次就是用以为说这样 反正跟生意人在那个谈判买卖一样 安全是没有办法跟你跟你在那里讨价还价 所以我还是觉得全民应该要支持 市府站在安全的考量做百分之百的要求 任何人都开不起玩笑的 你现在没有给他弄好了 将来出了差错 远雄会负责吗 负得起责吗 谁负得起责 远雄现在说 我现在停工了安全有疑虑 叫市府负责 那更好笑 你是施工单位 不是你法律明文规定的 不是你说叫什么人负责 叫什么人负责 不要这些口水 我们要的是实质的安全 的确还是说 刚刚其实副市长邓家基也提了 他今天要他勒令停工 其实重点是要逼出他的安全计划书 我想请教覆密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显然远雄他对于自己的安全 他可能也没信心 为什么他最新的声明就是说 他愿意配合 可是安全他不负责了 那感觉上 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 百南县的这个 因为整个深度和距离的关系 他显然造成工地的危机 已经产生了 所以远雄他们也知道 捷运局其实也都知道 其实捷运局局长几次的记者会 都被外界质疑 所以你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远雄门神了 怎么还帮远雄讲话呢 那根据这么多的资料看起来 尤其那个渝猎 我想你也发布问他 渝猎渝理事长 他很显然就是说 地下三楼 三层楼的地方 所以从底下算是三层楼 赶快回田土 什么原因 就是让原来的那个重力 和那个强度 继续维持 不要再挖了 那可是这个中间 也产生一些变化 就是说远雄认为说 不挖不行 周立良也说不挖不行 可是今天贸然这样停工 其实我也担心 说实话 我也担心 这样慢人停工 会不会到时候 真正让他们工地的灾难 越来越加深 所以我赞成 周议员的说法 是不是赶快 找专家学者来看一下 但我相信 我相信市政府 今天会做这决定 大概也经过很多的评估了 只是说我们看到了面向 都是看到了 我们这个市长 每次用一些很奇怪的语言 会让大家误会说 到底现在是政治处理的 还是专业处理 现在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是担心这个部分 来请教米凤 是不是说的确刚刚这个 柯文哲市好像感觉太多的政治语言 那真正的安全评估 说实在还是要专业 那比如说你捷运局应该出来讲 对不对 那到底是有没有安全 那只是说 现在的所谓的安全评估 又是谁能够相信 那再来就是说远雄 他有81处 这个是没有暗图施工 那这个也是让人很担心 难道你是边做边设计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柯市长在整个过程中 他也有强调一点 就是说没有错 现在停工可能就是像 过去讲的 大底没有做好 可能会危及所谓 板南线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他有持续在做监测 那我想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因为远雄一直都没有提 所谓的改善计划 所以他不得不做 以停工作为手段 那下令停工之后 可能远雄的贷款 或是一些什么 这个银行的什么 他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想要用这种手段 去逼远雄 做一些比较彻底的改善方案 那尤其是包括81处的 第三次变更根本没有过 然后他就可以 远雄就可以偷偷的再执行 这个部分 可是很大的因素 是这一波要求他立即停工的主要因素 预计他五月时候 有送过这一波更改的一个 变更设计的图来 其实应被市政府打回票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目前到六月十五号为止 你只能做 就是把这个抵达好 让板南线的安全 是可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幅度 可是他不是 他可能一边趁着打底 一边又偷偷在施工他的所谓新的 新的变更处的地方 所以有81处 所以总共被抓到了嘛 所以但是我觉得说整个科市府 没有错 如果你要整个事情 再说明清楚的话 像科市长他也说 就是多盖那两栋大楼就已经够养这个巨蛋 那他可以实习下面讲说 所以他要求远雄去掉其他的附属试验嘛 我觉得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俐落 然后他又可是加很多形容词啊 就是因为什么 关商关系要什么 那大家就是怀狗狗这样 那所以今天 我觉得你就是统一 现在出来的是邓家基副市长 那过去是周里扬在处理板南线的时候是在讲话嘛 那我相信周里扬在谈话 那阵子我想被大家骂死了 因为他根本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 也许他做工程的这个专业 他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了 可是我们外面听起来是很灰啊 你一下子说这块底怎么样 那块底又怎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OK 统一口径由邓家基出来讲 然后再配上那个法务局的 法治局的局长杨芳明 把这个中心就改善的 讲得清楚一点 那对于过去所现在所质疑的矛盾 过去说停工有危险 现在说要停工 那这个东西呢 就需要邓家基这个专业 需要更讲得更清楚 那至于未来的处理方式 可能就像柯市长讲的 可能要有专家学者 或是进行这个工厅会 但是在这个工厅会之前 这个大巨蛋的安全 到底会不会影响板南线这件事情 市政府还是要有一个做法 还是要有一个说明 的确来我请教小平医员 现在看起来安全评估 可能的确要找个第三方者 比较公正的人 可能大家比较能够信服 那只是说远雄在整个过程当中 感觉上好像还是不断的在变更设计 这个81处听起来让人家觉得 真的是很可怕 81处就是不照建造的图来做 就擅自的变更 可是没有去申请 这个碰到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安不安全 等一下可以来谈 现在回到第二个问题 81处 81处会碰到什么困难 我相信大概在一年 如果继续 停工停多久我不知道 如果继续做 我认为半年到一年 是为完工的 那完工以后 就面临一个事情就是 你变更了81处 你始造发不出来 你变更了 跟原本就不一样 始造发不出来 那外线也都不晓得 到底在干什么 始造弄不出来的话 就是白搞的 那几百亿都印在里面 就是我不晓得远雄 为什么冒这个险 他提出三个条件 一就是我 现在他改变说法 以前说大抵没有完成 所以我就忍辱负重 我柯文哲 所以我让你继续做到五月底 那因为他又 因为赵成雄就耍他嘛 五月底本来大抵就要完成 大抵完成连续必怎么做 相对当然比较安全 这我是基本常识 可是都要到八月底才做好 然后他觉得他很怒嘛 你骗我三个月的时间 那第二个 一边在弄大抵 一边81处又在改变 没有造建造土来施工 我不晓得远雄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最后结果 是不得了的事 你要晓得 那个始造拿不到 就没有办法每年的 每年的二三十亿的 商场出租的租金 你知道吗 一年二三十亿 搞个四十六年 大概有个一千亿了 远雄这个 我觉得有 流于意气之争 两个火车对撞 两个都在搞政治 今天你看 我们看门道 今天出来讲话 邓家记学环保 这个林周明他是建筑师 他不是结构技师 然后杨芳林是学法律的 他是法务局局长 没有一个懂工程 谁最懂工程 周立良 怎么躲起来 列的是你捷运 你又懂工程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还是以前讲得不好 被封口了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不要听太多的口水 我们只要一个真相 做与不做 停工与不停工 哪个队捷运安全 距离12.7公尺的 这个捷运 这个他在 倾斜一撤出来 继续在军列 倾斜 越来越厉害 你们知道 他这次的地震 还不强 常常只有四级 那次地震 造成的这个倾斜裂开 是以前两三年的 一两倍 我们就天佑台北 不要再来搞一个 四级五级的地震 会再裂开 现在有的这一点几公分 大概0.54可以忍受的 现在已经超过很多了 这现在还是在行动当中 对 这个还是在变动当中 我刚才讲过 今天先拿出数据给我看 今天我要最新的东西 我们议员要 他也不拿出来 要了也不给 到底怎么了 这个政府 我们来看这个台北市府 昨晚要求大巨团立即停工 不过远雄方面 以停工会有安全疑虑为由 没有接受 上午大巨团的工地 仍旧是照常施工 不过土木技师 反对贸然停工 最新的消息就 远雄改口说 不会违法抗命 但停工后的任何安全问题 远雄将不负责任 来看VCR 根据他的来文 我们是感到很错 初步我们一定会做一个术院 我们也会开始进行假处分 为什么要做这动作 因为如果现在立即停工 那万一大底没有完成之前 产生的危险 这个部分责任要厘清楚 五级五级的地震会出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离板南县这么近 只有十二米六十二米七 又挖这么深 比板南县要深了 大概两层楼的高度 一旦发生危险 那都是很可怕的灾难 要他停工的同一个时间 马上把现在巨弹 大巨弹跟商业道楼 地下四层跟地下五层 同时把它吞掉 好 来我请教委员 现在我们看到专家也说不能停工 那只是说现在市府说要停工 那感觉上就说 那到底安全要怎么去评估 因为现在市府感觉是 可能政治语言多了一些 那真正的安全要由谁来跟大家讲 我不是专业啦 但是我刚刚听到最后 那个余烈 这个图剂师理事长 他讲的是说 要他停工的同时 要把这个建筑物的地下四层五层 赶快给他回填回来 赶快给他回填回来 那这个到底是要停工先停工填 还是不能停工先去填 这个要问一下专业的那个 总之呢我认为啦 现在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不管你远雄怎么说 我们都要支持市府 用最高的安全标准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将来是不得了 将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十个人百个人千个人 他可能是几十万人 熊熊涌进去涌出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几十万人 除了看球赛还有商场的 还有办公大楼的 还有什么旅馆的 还有做捷运的 都不能够出差错 所以真的这不要开玩笑 我们还是宁可用最高 最严格的标准 现在大家不方便 现在大家口水骂来骂去 那最后一定要给我们 最安全的东西 的确哦 这个远雄他们的最新声明 说是愿意配合这个停工 但是呢这个安全的问题 他不能够负责任 那大家对 可能大一般人都无法接受 你是施工单位 照理说安不安全 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但你现在说你不负责任 说实在这是在打什么算盘 来请教覆密 再来就说还有所谓的一张纸 那么到底就说远雄 有没有在安全这个部分给大家一些 比较安心的一些做法 为什么是否会说一张纸 那你说有一堆的这个所谓的 韩文跟这个补充资料 那到底安全的问题是两方面 到底是谁要来监督 他这个 这个当然在口水的时候 就难免说你是一张纸 然后他说我有几百张纸 那这个远雄过去所习惯的方式就是 用那种奸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跟工部门的这个联系 过去可能他可以叫市长就叫市长 叫副市长就叫副市长 随便叫谁就叫谁 我印象深刻就是说台北市政府在第一时间说 这个柯文哲市长说要拿那个所谓安全逃生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要那些图说 结果台北市政府居然没有 后来是经过了像这个远雄 从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基隆路那个总部 一个小时之内就把所有图拿到市政府来 这很奇怪 为什么你的图要送市政府审核的 为什么结果市政府没有图 你没有图 原来当时为了急急急的要发造 就有说授权 人家说就是这个授权你远雄一处理 远雄自己都处理就对了 到后来有没有给市政府看 我看都没有 那现在情况一样 所以远雄一直对市政府的态度 就是说我怎么做 你管你什么事 那个81项我看还不止 应该是不止 那这样为什么要多81项的变更设计呢 因为变更设计以后可以追加那个空旗 它可以展延空旗 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在展现它的不诚意 这是令我们不能相信的事情 所以六月底本来是六月十五号 就是代表说它 给它展延的时间已经到六月十五号 不能再展延了 我看样子市政府早已经知道 没有办法完成 而且现在工地的安全恐怕 已经超乎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人想象 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市政府在使出这个杀手剑 我希望市政府能够说得更清楚 说到底现在危险到什么程度 也可以告诉我们你说坐功德 那坐功德就一直要坐到天 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是不是百南线这一段 暂时不要搭载人员 就吃量过 然后上面再来博接 如果这样看起来 感觉上其实这个远雄 到底能不能在八月完工 其实还是大有问题 因为整个展延空旗 从过去就已经展延很多次了 那他现在如果说是 边做边设计的情况之下 那显然八月也不见得可能会完工 小评议员刚刚也说了 也许要到年底也要可能完工 年底或明年的年中 半年到一年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 对 他边做边设计的情况下 再来这个科市长说他一身酒气 他还反击要告 现在这个远雄是什么 自顾都不暇 他官司不嫌多 继续要告吗 他反正个人尽个人的义务 你认为你受存就去告了 跟这个大局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太多政治的语言 两边 像柯文哲上台 给他从3月15 延到6月15 这个不只是大底的问题 第一个回到公旗的问题 到6月15就要 就违约了 他就可以接管了 就没有公旗了 没有公旗 你不能盖了 就是就停工了 你违反那个契约了 甲方乙方的契约 那就要去接管 那他去接管 他会不会就范 不会 像今天停工 早上还在施工 车还是进出 对 就是那他会怎么样 他会提甲处份 他会拿100亿200亿去压 他大概如果价值200多亿 他拿三分之一 70亿80亿去压 那可是远雄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总共贷款了150亿 用什么贷款你知道吗 他是用50年的使用权去贷款 银行连带 已经到位的95亿 然后他会碰到一个 除了公旗 过旗了 除了这个板南线 继续在列以外 他雨天收散银行 因为你被接管以后 银行一定抽你银根 你是银行 一定会抽吗 银行的流汁 你是公库银行 因为你被接管 就视同 你没有50年的 上市50年的使用权了 这个收散 他的现金存量是很低的 远雄是一个杠杆很大的公司 我不晓得为什么赵腾雄 在这个事情事情上 喝不喝酒告不告是小事的 这个雨天收散 这个会闹出人命的 这公司是会倒闭的 整个会垮掉 那这个垮掉也不好 因为你另外找别的公司 更大个烂摊子嘛 这就是考验柯文哲的智慧 第一 真的找专家 最短的时间一个礼拜 做出报告 停工跟不停工哪个安全 对于板南线 第二个甚至 委员讲的 那段接驳也好嘛 先不要做人 先到国务建管 在那边就停 就前一站 然后第二个 当然很不方便 不是 很不方便 不方便 太不方便 搭疯了 那可能很多人会反弹了 板南线 大概做板南线 差不多有七八十万人 我印象里面 每天是最热门 最赚钱一条线 然后81处去检查 你为什么敢擅自变更计划 然后违反建造的规定 然后骨鸡裂了没 到底可不可以救起来 会不会倒这个烟囱 等等 我觉得一次把它总体检 我觉得 大家坐下来谈 该使出公权力使出 可是不要报复平和 显微风没有用 解决事情才有用 来请教米凤 如果81处这样子 边做边设计的情况之下 远雄说实在 其实胆子很大 感觉上他就用这个理由 去不断的去拖延他的公旗 但问题是安全 他自己又不负责 对啊 其实这个市府早上有在上网上面提供一些资料 你就可以看到他所谓的监测纸的部分 其实也许比4月所谓的24号 有些纸是好一点 但是其实他一直 但是有些所谓的什么 那个什么断点的什么点啊 那个纸有另外一个纸 他一直都呈现所谓下行 下行应该是往南港那边的下行 那些监测纸 他一直呈现都红字的 所以他不断的在扩大 所以市政府会在这个时候停工 意思就是看那个监测纸 你继续施空 好像板南线 好像也没有更安全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对 因为我们是让你继续施空 就是说你希望你把底做好 让板南线所谓的监测纸 通过趋于安全的纸的范围之内 可是目前所谓市政府提供的那个监测纸来看 他并没有因为这几个 这半个月 或是这一个月来的施工 让那些监测纸有改善 所以我觉得市府今天断纜 所谓叫你停工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你跟我说你底做好就没事了 可是问题是那个监测纸 一直在 一直在呈现一个危险状 所以我觉得这是 就说好 我反正你继续做也没有保证安全 我就干脆让你停工 彻底来一个改善 那至于说这个市长 什么一身酒气跟什么一张公文 这件事情 其实这两件事情应该都是不对的 但今天市政府的这个所谓公告的里头 他说这五月十八号之前 远雄是提过七份的公文 那我们就要想说你柯市长 你一身酒气跟一张纸 到底的讯息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东西 你要去检讨市政府 然后这有趣了 上次是工程人出来讲话 然后这次是完全不甘工程人出来讲话 所以我觉得你整个市政府里头 这从这几一个月来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漏点 很多的一个空点 就是说你市长接受的讯息 跟事实又不是相符 然后上一批是工程的 然后这批又不是工程的 所以我觉得你整个市府团队 需要整合 需要整合成为一套之后 包括工程的意见 包括所谓法治的意见 然后剩余包括你发言的系统 通通要做一个完整的整合之后 你才能够发言 包括你看你这次的发言 又被远雄抓到了什么 一身酒气或什么的 当然是小事 可是远雄就会给你大作文章 你市长怎么可以 随便你没有眼见为凭 你就说我一身酒气 你又没有看到 我明明教你七张公文 你诬赖我 所以我觉得在外界观感上面 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市政府 当然你这个对外说明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你先整合内部 各个单位不同意见之后 才出来说明 不过敏锋你刚刚就说 那些捷运的 这些所谓的监测职 那就表示 那之前市府不是要成立一个 所谓的这个监测小组 那今天市府已经有进去了 是不是有提供一些正确的数值 再来就说 这部分应该是捷运局 应该会提供每天的监测 照理说 这是每天都要去监测 那再来就说远雄现在他也说 他也有苦 他就说他这个资料其实很多 是市府没有去审 再来就说 他如果提宿愿跟假处分 到底对谁有利呢 来请教委员 宿愿或假处分对谁比较有利 这个还要看契约啦 但是我认为目前看起来 是对市府比较有利 因为第一 你没有理由要展颜嘛 那你工程有瑕疵嘛 就是因为你至少有危险 而且是已经很明显的 对这个捷运造成威胁的危险 所以这个是公共危险嘛 那所以呢其实 但是呢我觉得远雄也很聪明 他就不就这个实职呢 来跟这个市府工房 他就抓这些资伪莫节来跟你工房 你说我喝酒你有证据吗 你说我只有一张 其实我有七八张 那这个跟其实跟整个 整个大巨蛋的这个工程来讲 安全来讲根本毫不相干嘛 那可是他跟你讲 这个就质疑到什么 质疑到市府的公信力来 就说他用这种小事来印证说 市府说的不一定全对哦 那其实市府说的大部分是对啦 但是我认为市府真的这个方面要做检讨啦 但是总而言之整个工程 既然是有契约的一个公共工程 我们就应该 绝对要照契约来讲来要求 那这样我相信市府是占上风 好这个台北市府跟这个远雄之间 到底呢谁输谁赢 后续我们持续的观察 另外就是2016总统大选 那么这个施敏德呢 今天宣布要来参选 对蓝绿整个大局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2016总统大选前洪山军总指挥 施敏德宣布参选 他提出六大承诺 要跟政客对决 我们来看VCR 向全国人民报告 我将要整取 2016的总统 作为一个民进党的 延伸的创造者 催生者之一 我有难以割舍的感情 除脱派的前主席 要来挑战 研刀派的现任主席 百般不忍 但是今天的民进党 就像当年 品牌争议很好的 威权一样 被鼎型威家收买之后 已经面目前非了 我们看到施敏德今天宣布要参选 总统我想请教委员 施敏德出来选 会抢到谁的票 他刚刚那个记者会 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有看到他的背景 红三军 红三军是 会抢到谁的票 红三军 所以 我不知道他能够抢到多少票 但是我相信他抢到的是 泛兰阵营的票 我要很坦白直接的这样说 如果主持人你问我的话 我看到后面背景 那个红三军的那个画面 我就可以断定 他只能抢到泛兰的票 我请教傅米 那个因为这个施敏德 当然出来选之前 传说有跟宋主席 好像有这个谈话过 那也所谓的这个施宋沛 这样的一个传言出来 那只是说好像听到消息说 宋主席并没有什么回应 那只是说如果施宋沛 这样的一个组合下来 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噩梦 首先祝福他 那么没有施宋沛的问题 一共见过三四面从过年前 那因为施主席就透过姚老师 也跟我讲过说要跟宋主席见面 所以我们去安排 那但是宋主席基于 对他的这个表示尊重 所以他就直接到他的寓所 所以三四见面所谈的问题 通通是这个施主席一个人在讲 当然其中他也一再称赞宋主席的施政能力 行政效率 但是一提到这个所谓选举总统的问题的时候 宋主席就岔开话题了 他也提到说 是不是可以请宋主席出来当行政院长 那这话题都岔开了 因为宋主席认为跟他谈这个事情 等那个时间 很多事情都在变化当中 那不管如何祝福他 我们希望越多有致为台湾服务的人 越多人越好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不是说哪一个人出来选 我觉得不是怎么司宋配 或者宋司配 或者什么配 其实国民党现在如果不能够自我反省的话 那怎么配也没用了 我们其实可以现在断言了 如果当然也没有宋主席 也没有其他人 就算是国民党提议按照现在的机制出来 我看赢的机会几乎是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去年 我记得小平也提过 去年人民给国民党一个很大的教训 那以为说就到那边结束了 但是没有 就发现后来又挖出台北市 这些这么多问题 但更严重的是 你看到上个礼拜到 到这个520这个礼拜来看的话 原来马英九不但没有自我反省 还乐在其中 自我感觉良好 那这个国家是真是没机会了 因为他居然能够讲了很多 根本与事实相悖的事情来当出他的政绩 我们在想说这个国家真的没有救了 现在不是说谁当选不当选 还有一年怎么办 这一年马英九能够做出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 搞不好把台湾卖掉了不一定 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 那这个如果说施送会没这回事了 那宋楚瑜有可能说自己出来吗 那当然就自己出来 当然有些前提条件 是因为比如说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是显然A咖不出来 只有B咖的情况之下 宋主席比较有可能在 比如说可能8月的时候可能会表态 对对宋主席一定会出来 做有条件的出来 有条件的出来参选 看样子这个气氛越来越 越像会出来选的样子 不过还是我回答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 他总是要看 如果国民党的人选实在没有 有负国人的期待的话 那他参选已经几乎是确定的 几乎是确定的 所以可能时间到时候就是会出来做一个表态 几乎是这样的 那请教小评议员 如果是因为国民党 因为是逼他出来的关系 所以引发可能包括宋主席要出来 你看现在这个市民的也出来了 那这个情况对国民党来讲 雪上加霜 历届的选举非常清楚 那时候张文英跟胡志强 还另外民进党提名谁 那时候忘了 张文英现任被打败 民进党提名的一个候选人 我名字忘了 就是大家认为 这个选举是好选的 对胡志强对国民党 因为张文英是绿的 可是张文英后来拿的 全部是国民党的派系的票 我简单讲一件事情 民进党是一个意识形态 又像井窟咒 把他选民能够包围 他有他的忠心得目 我就是有人支持台独 有人反对台独 我们当然反对台独 我们国民党 民进党当然支持台独 因为他支持台独 以前叫党外制衡 台独建国 然后副票叫做消灭中国国民党 很清楚 所以他的选民 票是不会跑的 任何的宋楚瑜 任何施敏德 任何一组出来选 都拿到国民党的票 这是非常清楚 太多了 历届的选举都看得很清楚 就一个意识形态 为主体的政党 像民进党 他的选民是有高度的服从性 任何一个人 不管许信良 施敏德 以前当过主席 在阿炳还没长大以前 出去选 就拿不到一张民进党的票 像许信良在南区选立委 拿两万多 我相信都是国民党的票 那个看得版图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是非常忧心 一对一选已经不好选了 我们一组 民进党一组 这对我们还相对有利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七组出来 绝对我们更难选 这是我们要深自警惕 我们要就是 国民党要党中要有因应的态度 那施敏德 他的关键就是两个 一个联署会不会过 一个他民调有几% 如果他联署过 民调都维持个5% 8% 10% 那他选会得个50万票 那每一票都是割我们的肉 多少而已就对了 快选不上 你再找50那还得了 我要回应一下 中议员的这个说法 其实他说法蓝绿都一样 我们也有绿的 在台北市选以前有个医生 你知道他到眷村去做医疗服务 他是不是带了很多维他命 有的没有的去 哇那个老伯伯都挂红布条 给他欢迎哎你知道 然后大家就一直称赞他 鼓励他 结果呢选出来 那个最终了没票零 就是没票 一票都不会投给你 一票都不会投给你 同样的情况啊 这没办法 这政治现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局越来越好玩是这样 民进党当然已经确定了 所以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就蔡英文摆在那里了嘛 这边好玩呢 为什么宋先生宋楚瑜宋省长会觉得他有责任 他可能要出来了 我说可能我不敢带他发表嘛 就是选举还有一种 中医院讲的是这样啊 那大家都出来一大堆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一种集体焦虑 那到底要投给谁 有时候他就会自动气爆 我觉得宋先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他有那个责任 如果出来的蓝阵营的出来的 都是这样弱弱的这样宋楚瑜出来 到最后呢 大家会觉得 有危机意识的 有反而会集中选票去支持 其中的一个蓝的代表 那怎么样演变 有时候绿的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如果你掉以轻心 可能他这样 结果你看到是三四组 结果人家到最后出来呢 是大结合 那就危险了 所以其实呢 选举就是这样 好玩的地方也在这里 我们要小心人 现在蓝英就说可能因为 这个到底参选是谁 扑朔迷离啦 这个搞不清楚是谁 到最后到底会谁气饱谁 可能就是好玩地方 请教敏锋就说 现在国民党可能是 今天媒体写嘛 重度忧郁嘛 所以赶快还是再把 猪再拱出来说 带直选没关系 再来就是王金平呢 修改党章 让他续任不分区 这种嫌疑都出来了 你觉得这种对国民党 到底他的未来 这个声势有帮助吗 我觉得这一次的东西 是衝击很大 所以我早上就写一篇文章 我说如果像施密德 或是宋楚瑜 这种第三势力的参选 一定会造成国民党 整个就会改变 整个2016的格局嘛 选战的格局 他就不是一个 两大党的对抗 他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很多小小的蓝 然后对抗一个大大的绿杖 所以我想国民党内部 一定开始会开始焦虑 甚至会冲击 他们现在初选提名的东西 因为大家说没事啊 照着走啊 什么红袖柱啊 杨志良OK都OK 那这个OK是因为 没有宋楚瑜 没有施明德 但是如果有这两个之后 发现你推出来等级 是跟他们是差不多的分量 我当然是这样子 会对得罪那个刘 但是我是说这个得票率 或是支持度上面 都是差不多的三个人 那你这个选票 一定是瓜分的 那搞不好国民党呢 推出来很弱的人 搞不好是最小的 因为这两个都是政治前辈啊 虽然也许有大一点 但是不会大很多 那时候国民党就非常的难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三个人平均 势均力跌情况之下 国民党有可能是被弃保的那一帮吗 我觉得在市区力跌情况之下 这三个人要弃保谁 很难决定 所以我觉得如果国民党的初选制度 照这样走下去的话 那国民党真的是 那个谷底真是生不见底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波 这一波包括宋楚瑜或是 施密德参选一定会让党内 对于现在初选的结果 会有一种翻盘的效果 是的确 这个国民党会不会变成是 被弃保的一方 小民议员再回应这些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这最坏的结果 前红山军总指挥施密德 今天宣布参选明年的总统 那么另外亲民党主席宋楚 也有可能来出面来参选 那么我想请教小平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 会不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弃保效应 对蓝军来讲 最后分裂的结果是输掉大选 国民党有两种票 是切不干净的 第一个是不投民进党的 本省集选票 地方士绅 中小企业组 第二个叫做农与会 一销一锦那种组织票 乡镇长 里长这些票 就是我们最弱的两个候选人 2000年的连战 他得了 没有人会觉得连战会当选 宋楚瑜就声望很高 那时候我也帮宋楚瑜 连署了好几万分 刘文兄有交代我那时候 OK 可是他还是得了二十几 二十三 然后黄大洲 完全边缘 是赵耀康跟陈水扁的战争 他还是得了二十六 没有弃皇宝城 赵耀康还输了 赵耀康得了二十九 阿扁得四十四趴 就是我讲的重点是 最坏的结果 施民德出来选 宋楚瑜出来选 宋楚瑜民调会高的 那我们推得不够强 那宋楚瑜的民调领先 那个气宝发生 可是国民党又二十趴 愿意投我们的B咖 这个是对国民党最坏 对民进党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气宝气不干净 国民党有些票是拿不掉的 那新党 亲民党 这个民进党以意识形态 来号召为主题的那个 那个是可以板块挪移的 就好像上次宋楚瑜出来选总统 都十几趴 民调 那可是怕宋楚瑜拖垮了马英九 马英九身旺已经下坠了 2012跟2008是两件事 可宋楚瑜最后得二点几趴 就亲民党的票是可以板块移动 而国民党有些票是拿不动的 这是我们最忧心 对泛兰最忧心的地方 那对亲民党来讲 请教负命 那宋主席他怎么样去盘算 在2016他扮演的角色 还是说他是帮助亲民党在 比如说在立委席市这边 可以大幅增长 这是他最主要考量 我们这样讲 这个如果说把每次选举 都用等量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太小看台湾人民了 2000年 2004年 2008 2012 每次选举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民进党票 就增值那么多的话 其实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才拿39 左右而已 还不到四成 可是隔了四年以后 他拿了五成多 所以这个东西 票就看你候选人 看当时的气氛 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是国民党彻底被马银九 消灭的一个社会氛围 所以国民党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消息 全省各地 包括今天上午 从台南上来的人 是要谈这个农发条例 结果他谈到后来就说 拜托拜托 请宋楚瑜主席 一定要出来选 我们看到台中的一些 沿海的乡镇 也拜托 当然我不能说 因为有少数人拜托 我们就一定要出来选 可是社会氛围走在那里 我不觉得 2000年是因为 连战在国民党 是没有争议的人 所以他给他 跟黄大作为 是没有争议的 可是如果像这2016年 国民党提的人 是有争议的话 那个票不见得 会留在国民党 搞不好国民党 剩下十几% 十% 那如果说民进党票都铁板一块的话 我说实话 这一次站在这个市民的旁边 有很多民进党大佬 当然他不会把票带走 但是民进党有一些中间的选票 可能就会移动了 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为止 这个蔡英文主席的那个民调 各家民调 他都是四成左右的原因在这里 有些中间选民还在看 小平我再请教 如果国民党现在重度忧郁 所提出刚刚我提到 这个所谓的让王金明 续任不分区 再继续拱朱 感觉上国民党已经不拨了 已经想不出来了 因为反反复复很失望 朱立伦本来就该选 谁说他怎么可以当主席 不是选总统 我真的是匪夷所思 可是还有办法再翻转吗 不然你不选总统 你就好好当新北市长 你就不要去选主席 我们当中选主席支持你 是因为你最年轻 我们终于提一个 比民进党年轻的 因为蔡英文是四年级 他是五年级 差了五六岁 然后如果你当初说 我选主席 可是我不选总统 是没有人会支持他选主席的 就是责任的承担 好不好选 不好选 因为他一辈子很顺利 他都是别人培养长 当桃园 延战破格 让他当桃园县长 一路上来 无风无浪这辈子 无灾无难到公亲 现在是挺身而出 现在是跟烈日 跟台风对抗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真的很强 那你要出来承担责任 而且你不要搞错 如果你推的人 只有两个结果 如果没赢的话 对不起 他是领导人 主席 他也要还给那个总统 如果我们选得上 当然机会不大 那如果对方选得很烂 大败 你要下台 选了小苏 你也要让出主席 因为那个是新的领袖 他头脑真的要很清楚 小我对自己的前途 大我对党对国家的封建 他一定要出来选啊 那现在看起来就说 他其实明年不管横住 他都要下台啊 对不对 因为党章也不是为了 他就选一选啊 好怪 选一选